范冰冰看过来 李晨 三年想抱三宝宝 中国大陆女星范冰冰与男友李晨 自恋爱以来非常甜蜜 不仅频频放闪 还不时传出好事件 但两人一概否认 不过 李晨日前却在节目中公开承认 三年要抱三个宝宝的想法 综合新浪娱乐与多家港媒报道 李晨日前参加综艺节目 约大 大明星 于上海举行的记者会 被认识多年的大陆歌手 好友袁成杰催婚 袁成杰在活动中有李晨 三年抱撒 只三个宝宝 李晨也爽快回应 并表示 借你起眼 希望你的祝福成真 此外 袁成杰大赞李晨与十年前 相识时相比没有变 我还以为他会大牌很多 没想到为人处事也一直没变 身材也是 十年前他就是六块腹脊 现在估计也是 凤凰娱乐报道 范冰冰冰与李晨2015年5月29日在微博上公开两人恋情 当时 范冰冰与李晨几乎同时在微博上传两人的合照 并都留言写道 我们 这 是他初到18年来第一次对外公开恋情 范冰冰 2014年和大陆男性黄晓明宣传电影时曾表示 只要黄晓明结婚 他就公开恋情 果真黄晓明和Angela Baby 杨颖 2015年前交领证 范冰冰后脚就公开和李晨的恋情 黄晓明也被封 神助攻 黄晓明本人当时也准发李晨微博邀功写道 不用谢我啊 陈儿 其实 范冰冰与李晨过去相识已久 却少有合作 直到2014年底 合作的电视剧《五妹娘传奇》开播前 才开始微博频繁互动 当时 外界恋声传两人在交往 直到半年后双方才公开恋情 两人公开恋情后结婚传言不断 更曾传出两人2016年元旦会在中国大陆海南省三亚完婚的消息 但至今仍未成真 而面对外界不断追问何时称为 李太太 范冰冰过去受访时表示 缘分到了 自然水到渠长 月游鹏自曝根本不爱相声 工作只是为了替郭德刚喊人情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下后 商周英雄舞伯闹春秋 琴喊星芒过首清十几行明信 北芒无数荒秋前人田地后人 收说圣龙争苦斗念完定场诗 大家也应该知道今天小编想说谁了 就是郭德刚的两位徒弟 一位是当红喜剧明星月游恒 一位是昔日爱徒曹云金 相比大家对两位都不陌生 自从去年的九月撕逼事件后 大家对于曹云金的文采有了更深 层次的认识 郭德刚与曹云金的师徒情分 也彻底干消云散 尽管脸撕破了 鼻也绝舍了 还不忘最后虚伪的寒孙一句 日后堂游马高等短水尽山穷 无人解难之时言语一声 都不管 我管你 在断绝师徒情分前 郭德刚的段子中到处都有叛徒梗 讽刺曹云金大逆不道 为人不忠不孝 当这场骂战真的掰开揉碎地展示在全国网友面前后 郭德刚对于曹云金是这次补提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反倒是曹云金开始挽起了郭德刚 在吐槽大会上 模仿郭德刚的你死不死言论唯妙唯笑 第一次看这个桥段时笑的前伏后仰 多看几次后 发现曹云金真正的无奈 被郭德刚含沙摄影的骂了好几年 从没回过口 也许真的算是一种报复吧 曹云金的搜索指数 也在吐槽大会播出的那一篇迎来了巅峰 从搜索指数上看 曹云金将对于月圆彭郭德刚 属于比较弱的 通告不多 炒作不多 负面 新闻比较多 大人和甩大牌与他常相伴 不过说实话 曹云金的相乘功底确实扎实 有明显的郭德刚痕迹 可以感受到郭德刚 在曹云金身上是真下功夫了 现在曹云金的听云鲜也是常常爆满 观众对于他的相乘段子还是支持的 不过曹云金似乎前段时间 一直专心于影视方面 拍摄了多部电视剧 居然还参演了电影 本以为曹云金演电影会像郭德刚 在《落叶归根》中的表现一样 中归中剧气氛不多 但是小编看完情况不妙后 发现曹云金演戏确实不错啊 对于人物的刻画非常细致 虽说没有极致的内心 但是外在的豪放让人感觉真实 说完曹云金 我们反观郭德刚的当红爱图 月云鹏 热度绝对不舒师傅 有人一直不理解月云鹏 为什么会红呢 如果把这个问题随便跑给一个路人 相信对方一定会说 因为他可爱啊 的确 月云鹏有胖胖的脸蛋 憨厚的笑容 还创造出了自己的专属表情 包 不过他的相声造诣 是否可以匹配他的知名度呢 我们仔细搜寻自己脑海中 月云鹏的相声 似乎出了夸张的表情 并没有留下什么 月云鹏与郭德刚一样 在走红这件事上勇往直前 却不肯回过头来 在认真的写几段相上 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放在了 捞钱更容易的综艺和电影上 尽管这一切似乎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在欢乐喜剧人第二季夺冠招指 而来的质问 并没有影响小月的人气 反倒更 给自己迎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毕竟自己的师傅是节目主持人 这种招然若知的黑幕 大家都表示理解 如果欢乐喜剧人第三季 郭麒麟夺冠 小编真的会气炸 近期月云鹏第一次作为男主出演了电影 风月翘家人 可惜电影斗半评分只有3.6 而却网友一片马上 有媒体报道了电影上映前 对于月云鹏的专访 原来当时真实的情况是 风月翘家人的片方老总 找月云鹏来救急 期间 还经历了导演李直 剧本修改 剧足停工 是小月月的演技问题吗 如果你看过就是弄着玩的 你会发现月云鹏的演技也非常不错 角色很适合他 他也游刃有余的把握 住了表演的精髓 如果你看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也一定会被月云鹏 追柳言车的那场戏所震撼道 说明其实小月月是有演技的 但为什么风月翘家人 就拍得不好看呢 月云鹏自己在采访中 表示自己不喜欢这部电影 也不想拍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制作方老总 和郭德纲的个人交情甚好 为了郭德纲的人情 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是没有办法而为之 失命难为 毕竟一切都是师父给的 但是在中国相声界知名度 颇高的月云鹏还表示 我不喜欢相声 什么情况 那你到底喜欢什么 你又是靠什么走到今天的高度的 说白了 是郭德纲的扶持 当初月云鹏在德云社 并不是当时唯一的培养对象 郭德纲之前也说过 你家有面 你一次全争完的了吗 我想让谁什么时间红 他就什么时间红 小月月的走红是可以复制的 他还曾在2015年说过 2017年郭基林一定走红 不知喜剧人第三季 是不是就是这个季机 但是可以感受到 郭德纲对于托子图孙的事业 是有一定的生杀大选的 也难怪当媒体提到郭德纲时 月游鹏会如此的紧张 可能是因为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 小月月对于工作有些疲累 月云鹏的搭档孙 月说表示低学历让他自卑不敢多说话 因为怕说错 所以他只好默默地挣钱 那他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呢 但他自己真实的想法是 去一个三线城市 在一个有山补水的地方 然后安静地死去 月云鹏的处境在我们看来 是非常可悲的 因为他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师父郭德纲替他安排好了一切 但找一些他似乎也非常享受 因为毕竟曾把他拉出困境的是师父 但这对于又更高想 法和追求的曹明君来说 就变成了束缚 变成了埋没 所以出走 不管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周末了 祝愿大家一切都好 小编的愿望也是 世界和平 但是大家嘉宾的愿望是